如院長 如副院長 我們正道 今天正道的題目是 亞洲的孤身與家門口的福音 台灣新一名移工的宣教牧羊 請如牧師 諸所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早安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而平安與我們每一位同在 阿們 今天早上的題目是 大家大概都已經知道 亞洲的孤身與家門口的福音 那麼一副標題是 台灣新一名移工的宣教與牧羊 那麼提到亞洲宣教 我們就是簡單的把亞洲的幾個宣教的實況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首先我們看到亞洲的宣教大國韓國 韓國的基督徒人口超過一千兩百萬 那麼如果佔了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連天主教的話 百分之十一 那是百分之三十六 他們拆派兩萬個宣教士 在全世界七十五個以上的國家宣教 那麼很多人說 韓國才開的宣教士已經超越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的 那麼第一第二這些數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韓國人的精神 他們宣教的精神 大概我們可以化學成一位韓國的老牧師 他自己所寫下來的一些特色 第一韓國的教會是一個禱告的教會 第二韓國的教會是一個宣教的教會 韓國的教會是一個力求聖節的教會 韓國的教會也是一個敬拜歌頌上帝的教會 韓國的教會是願意為主受苦的教會 他們有著禱告、敬拜、宣教、悔改以及為主受苦這五個特色 用我們也可以 台灣的教會也可以學習韓國教會這五種恩賜 那麼讓上帝的福音順道 在我們台灣這個土地能夠開花能夠結果 那麼我們看完韓國的教會 我們再看看中國的教會 中國大陸官方說有兩千萬的基督徒 那麼很多人說其實不只大概會有一億 我們都知道三字教會、家庭教會一直都在成長當中 這些年來三字家庭的這個好像彼此間的這個界線越來越模糊 那麼大家眾所周知的 中國早晨五點鐘、宣教的中國還有聖靈行等等這些詩歌 當你在唱這些詩歌的時候好像你就被感動 可以感受到那一種宣教的熱忱 事實上中國大陸雖然1949年以後 基督教的這個傳播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等等 似乎是停滯了 但是其實在我們眼睛沒有看到的地方 反而是蓬勃的發展 那麼1989年民運以後 從農村的信仰的人口 也開始造成了一個知識分子 這個歸主的一個熱潮 特別是六四的民運領袖 像張柏麗、袁志明 他們姓祖成為傳道人 那麼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 特別是海外的知識分子 真的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看神舟、看十字架、看最近出版的彼岸 這些DVD你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有一股很熱的熱潮 就是在海外的知識分子返鄉傳福音的熱潮 那麼新生代的基督徒在文化、在教育界也非常有聲音 比如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才子叫余杰 那麼它就是影響著中國當代的許多文化 這些我覺得都是一些可惜的現象 中國大陸最早就是福音、回傳、耶路撒冷 這樣子的一個使命跟這樣的意象 是在1940年的時候 三北的一個聖經學院的大院長 他把中國大陸的地圖放在地上 他要這些神學生 你們對哪一個省份有負擔 請你們就站在那個省份 結果站在新疆省的有八位 從此以後就開始了福音回傳 沿著這個路上這個思路 回傳耶路撒冷這樣的運動 他們這一代的人其實很多都在新疆 在西藏終老一生 並沒有回到以色列 沒有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後續還有許許多多的文明英雄 把這個福音繼續回傳這個耶路撒冷 那麼這一些都讓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傳福音的火熱 那麼北韓 那也是很多人說 現在要傳福音給北韓 大概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才有可能 因為他們很多跟北韓的國家友好 所以他們可以在當中 藉著他們的專業來傳福音 那麼這是中國大陸的福音的需要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也遇到一些挑戰 這是我們可以禱告的 也特別是我們可以施利的 那麼第一個就是 在這個民間 在這個農村呢 有很多的異端盛行 那麼在知識分子當中呢 也開始興起一種叫做儒化基督教 就是把基督教中國化 儒家基督教 基督教儒家 當我們的信仰過分妥協與儒家文化的時候 那麼可能我們的三位一體的真神 特別是聖靈 他就變成不是一個位格 而是一種精神 一種愛的象徵 那麼當人朝向這樣去的時候 那麼非常有可能 那麼我們的信仰 就成為一種文化的信仰 那麼我們在座的知識分子 我們在座的老師 當我們在彼此交流的時候 兩岸在交流的時候 你都會遇到非常多這樣子的 對信仰非常有興趣的 甚至已經在信仰當中 那麼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正信來影響他們 那麼我們台灣也非常多的交流生 那麼這個跟中國大陸的交流生 我也盼望我們在座的學生 在座的老師 他們都來到我們的家門口 我們可以為他們多走一里路 你請他吃個飯 邀請他來聚會 都是簡單的不得了的事情 但是對他來講 可能是這一生 就是這個時候最自由 最有機會進到教會來 那麼我們到大陸去經商 或者是教學 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專業 那麼很多人他會撤下他的心房 我們傳道人要去 他一聽你是傳道人的 他馬上就把牆組起來 一副要跟你辯論的樣子 但是當我們擁有一些專業 到當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心都是柔軟的 為什麼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些 那麼下一個我們再來看一看日本 三一一線台大地震以後 日本政府現在是從救災已經進到重建 但是未來這兩年 還是有三十三萬的人 住在這個贊助所或者是組合屋 其實他們非常需要我們亞洲臨近的國家 特別是他們對台灣的印象非常好 我們可以有宣教團體到那邊去 他們的心對福音打開了 但是他們傳統的神道教也很積極 也求神保守我們也能夠為他們祷告 行有餘力 我們真的能夠願意為他們付出 日本的宣教會跟我們提出一個要求 希望能夠以仙台 以攻守 發分三個地區 大家有一個十年的長期接力的句話 那麼協助日本 因為日本只有百分之一的基督徒 福音的動能其實是很不夠的 很多教會年長的牧師要退休 但是找不到年輕人來接棒 牧師真的退休或者過世以後 那個宣教區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也需要在禱告裡面來看 我們在看這些的時候 我們不要覺得不可能或者不是我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先放在禱告裡面 我們開始去關注 有一天不可能就會成為可能 我們這些傳福音奉獻錢奉獻時間 奉獻一生給神的人 我們講我們應該要奉獻到痛 我們不是把我們有餘的拿出來奉獻 而是把我們怎麼樣所得的拿出來奉獻 那我們會很多事情忙碌 求神也保守我們 讓我們有一點時間為神的事工忙碌 最後我們要介紹中南半島 中南半島我們都聽過東協嘉義 中國大陸加東協十個國家 那麼有十九億的人口 做生意的人看到的是商機 但是傳福音的人看到的是福音的契機 中國大陸從十年前開始有一個七出省四出境的計畫 七出省就是以這個雲南的昆明 有七條公路出這個雲南省跟臨近的省份交接 那麼四出境講的是有四條高速公路 在臨近的四個國家把它接在一起 最長的一條稱為昆曼公路 昆寧到曼谷有1800公里 橫跨三個國家 沿途要照正最少有六千萬的人口 它會經過我們所熟悉的美食樂就是清麥還有清蘭 我們教會在那邊也有事工 當那個地方經濟發展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人心很容易被物質抓住 這是好像在跟時間賽跑一樣 那麼往東邊他們可能要出到這個越南中越公路 那麼是透過昆明到河口到老街河內海房 那麼往西到中緬 到昆明到廣町到蠟旭 台灣很多教會也有做蠟旭的浮衣事工 然後景洪出海 最後呢這個到中印 就是沿著過去的顛緬公路 昆明到騰聰 到緬甸的密芝納 越過緬甸到印度的雷多 這一條印度的雷多公路 那麼你可以感覺到中國大陸啊 他以昆明為中心好像畫了一個十字架 建構什麼 四條公路 這四條快速公路建好以後 後面就是快速鐵路 那代表著什麼 東協十九加一 兩千零五年 這些國家會像歐盟一樣 你進到一個國家一個簽證 其他國家都可以去 那麼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的福音的策略點 如果可以在那邊設立一個宣教中心 那麼我們在培訓在拆傳都是便利 願神保守我們 越大的教會 越有機會這樣做 我們可以為這樣的事工來禱告 那我們談到中南半島以後 我們就回過頭來看 中南半島最主要的國家 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泰國 是越南 那麼東南亞 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印尼 是菲律賓 為什麼 因為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 這四個國家的人 現在都到哪裡來了 到台灣來了 福音是 我們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 奉父子聖理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教導你們的都教導他們 對不對 那現在呢 他們已經怎麼樣 來到我們當中了 為什麼 1992年 台灣開放了外籍移工 進到台灣來 隨著外籍移工 就開始有跨國的婚姻 所以台灣 取了非常多的東南亞裔的姐妹們 成為我們的配偶 現在 全台灣的 這個 跨國移工 或者是新一名配偶 通通加起來 有多少人 跨國移工 有43萬 西一名配偶 就是東南亞裔的 有18萬 所以加起來已經超過60萬 再加上他們的小孩 25萬 所以總共有多少 85萬 超過了80多萬 甚至直逼90萬 那他們已經是全台灣的什麼 第五大族群 其實從數字上來講 應該是第四大族群 台灣的第一大族群是外省人 第二大族群是本省人 第一大族群是本省人 第二大族群是外省人 第三大族群是客家人 第四大族群呢 是原住民對不對 原住民13族 40萬人 但是現在 新一名呢 加起來 80多萬 現在應該要傳福音給他們 為什麼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60年前 在美國 還是一個種族歧視的時代 那個時候黑人在電影院看電影 他能坐到二樓 那麼這個 坐公車 他必須要在第二層 他不能坐在第一層 那個時候你告訴美國人 說 60年以後 你們會有一個黑人總統 而且會連任成功 我相信美國人都不相信 對嗎 那今天 我如果跟我們在座的弟兄姐妹說 十年 二十年後 會有新台灣之子 或者新台灣之女 成為我們台中市的市長 而且是基督徒 你相信嗎 你相信 你就去做 那麼我相信 這是 神給我們的機會 因為我們已經不用花這麼多錢 遠渡從洋 把福音帶到海外 現在 上帝把他們帶到當中 但是他們從事的 都是非常勞動的工作 所以 福音的大使命的去 現在呢 要增加一個 凡 勞苦 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願神幫助我們成為和平之子 讓這些新一民 因為我們的福音宣教 而成為和平之子 也在當中享有安息 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 是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是非常明顯 在四卷福音書當中 對新一民宣教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因為路加福音 耶穌 他自己在宣教之初 人家把 以撒亞書給他 他就翻開 很有意義的 找到了這一段 主的靈在我身上 他用高 高我 叫我傳福音給什麼人 貧窮的人 拆遣我 宣告 報告什麼 貝魯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 悅那人的喜年 這是耶穌宣教的使命宣言 簡單的講 耶穌宣教的使命 其實就是基層優先 這些人都不是當時教會的主流人士 而是什麼 基層人 但他們數量卻是非常的多 今天這也啟示著我們台灣的教會 因為大部分台灣的教會都是中產階級在 你看我們傳福音的方式 我們用查經 我們用唱詩歌 當我們把詩歌本打開 我們在查經 我們把聖經打開上面的一些中文字 你發現新一鳴看不懂 所以他們會不會靠近我們 不會 因為他們必須要靠口耳相傳 他們必須要靠顏色 他們懂得旋律 但是他們看不懂這些字